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当红的是随手拍照解救大龄女青年 还有随手拍照解救大龄的男青年 然后我们公司有一位男同事 就把杨娟给发到了需要解救的大龄女青年的 我可以告他吧 当然可以 背景允许这现在律师们都讲了 这容易引发侵犯他人隐私的问题 他确实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后来我想还是算 后来你好像也把他的照片给发 把他当成需要拯救的男青年发出去了 他是极度需要拯救的 所以我发上去之后他们说 这个叫因为我贴他的照片吗 他们说这个叫解救大龄男青年 这叫高龄好吗 从形象上救救老人是吧 看出来绝望了 对 不过我的印象是我们公司不是一堆这种大龄女青年吗 对很多 很多 以我为代表的一大堆 对吧 像你们这种女人 还说是大美女吗 对吧 我觉得可以有两种评价 一种评价 你可以说他是圣女 但是另一种评价来说 可以说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单身贵族 但我们公司这一票都是有结构性问题的 我看来是有结构性问题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咱们公司太偏僻了 我知道哪就认识这些这个这个新的面孔呢 除了我来来回回 我们是在香港大土工业区 对吧 对 主要是责怪这个公司的位置偏僻 是要找只能找到打结的 组织上必须要替我们考虑这将来的这个婚恋的发展 不至于吧 组织上这得了 我跟你说啊 凤凰的男主持人 我那天还跟我们老板说呢 我说你看这男员工 他最近结结婚这几个 大多数找的还是本公司的女员工 对啊 我说真正做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 那个女主持你瞅瞅 一个二个都嫁富豪去了 没错 所以你又向我们老板说明一次 男员工的这个忠诚 没错 或者说这老板 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男员工成为富豪呢 对吗 你是富豪 你已经是富豪 不过我觉得作为这个大龄女青年 确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开始慢慢的觉得 我越来越成为我旁边人的负担 不管是我的 谁都不意思 所有的人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帮我着急 比如说我父母啊 我的朋友啊 我基本上吃顿饭 基本上没有人不聊 说你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你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 我怎么就烦这样的人 我也很烦 但我习惯了 这个问着问着我就习惯了 所以我就随便说两句就过去了 那你有压力吗 绝对有 我刚开始 我不说了 我现在习惯 刚开始的时候压力还是有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我当成一个可能在说别的是菜好不好吃啊之类的这种话题就过去了 那你会不会想过要随便找一个回去应付一下家人的这种压力或什么 你问了一个太尖锐的问题 你会吗 那就是很直接吗 不会 我觉得如果我随便找一个应付我的家人可能带来的后续麻烦更多 尤其是节目播出之后 我妈如果看见这个节目就他会怀疑我万一带回去一个男孩子说 对 这是不是你随便带回来 他也不算是大多数的人群 你这次就是他是有一个人呢 也是意外的发现他注册了一个什么这个微博还是个什么东西 他就说现在因为现在什么随手拍照干什么什么成了个流行语了 对他就说随手拍照解救大龄女青年 哗啦一下子他没发现这么火 很多人就是照这个女的 有的你看 要不然我不好意思给大家看 这个很漂亮 还不错 对吧 又照 然后又有人弄了这么一个东西 又注册了一个什么解救大龄男青年 对 就这么照照照 然后到后来 任看任何运动都有物极必反的时候 到后来有人就在警告 就说这个是信息不见得都是真的 包括这个博主他自己也在说 说我可不能保证这东西完全都是真的 但是你知道这个里面反映了一种急切和迫切 因为这个里边很多发自己资料上来的人 就是像你说的文道 就是说春节回家了 我怎么跟爹妈交代 我怎么觉得中国的爹妈 你都你意识有没意识到 这个婚姻问题上 你怎么成了孩子这么的一个 就是因为他们很担心 无后为大 对不对 对 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事急不得 我觉得这个父母他们担忧的问题 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听上去挺可笑的 对 比如说我妈跟我说 你现在没孩子 你将来老了怎么办 你结婚怎么有孩子 就是你没结婚 你没孩子 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呢 我说老了有老了的过法 没有什么怎么办 他说你看我现在有你 所以他觉得他特别的这一生就是很好 很完美 但是我将来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在旁边守着我 他觉得我老了以后可能会孤独终老 将来就有只猫守着我 说不定猫把我给吃了 别人都不知道这种这种情景 他想象的很悲观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这个我的生活挺好的呀 对其实不用担心如果你挣点钱的话老了之后养头小狼狗 哈哈哈哈 那你怕老吗 这咱女女人是不是你不会想到就是啊我现在还年轻漂亮了 当然回头率还很高 但是呢我要一直这么一个人下去 接下去我可就脸上爬满了沧桑啊 那家伙到老了怎么办 就是能找着的好人家 也不是好人家 其实我年轻漂亮的时候也没找着好人家 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没有可比性 但是你问的你说我怕老吗 我当然怕老 你问所有的女人都怕老 对呀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社会应该给大家就是更多的选择 不一定我不是说我是独身主义者啊 但是我认为呢如果一个人他选择他认为他独身更快乐的话 你为什么不让他独身 为什么大家都要给他这样的压力 你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圣女也好 圣男也好 他们不结婚啊并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很多人是认为就是就是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他慢慢的把就是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他觉得我如果为了迁就另外一个人 改变我自己太多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 那我觉得我还不如自己待着呢 可是今天的中国的这个所谓圣男圣女这个问题 有时候是个社会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他不是一个男女自己生活怎么处理 他怎么看自己的爱情 这个这么简单 他包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圣男圣女呢 那是因为很多人的预期 你如果要结婚的话 有几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个男的有房子 有车 也挺不错的一个收入 那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达到这个部分的 在每个城市都不算太多 对 那么然后有很多女孩呢 他可能就一直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吧 对不对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词叫做恋爱条件化 这就是新时代的恋爱方式 过去咱想象的这个什么什么 问世间情为何物什么什么玩意儿 他说现在呢 就是说你这个恋爱都得在一个基础上选择 这个基础就是说 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啊 就是 对 没错 我也听他们说的 对对 没有没有 至少有车有 不一定父母双亡 至少有车有房吧 对对吧 人家说这个女人很现实 我那天看了一帖子挺逗的 说女人很现实 上来就说要车要房的 男人不现实吗 上来就说你身高多少 长得漂不漂亮 对啊 一样 这就是个肉肉市场吗 对 这就是个我跟你说 这个有股 历代的这个这个思想家们早都讲了 这个很多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道德的婚姻 因为没有爱情的婚姻等于一种合法的卖淫 对吧 这都是恩格斯好像你说的太对了 对吧 是是说我也同爱 我认为很多圣女 他们一部分是要找这种有条件的 就是要有车有房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他不愿意去进入 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 为了结婚而结婚 所以我认为你刚才说的 就是这一部分就是就是 那个那个那个条件什么 啊 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对对 我说的是这一部分圣女来说呢 他们其实是就是认为自己生活 应该是有有更多的选择 假如说你有几个选择 想放在你的面前 那你如果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确实是有两个人 当两个成年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有太多地方需要妥协 那他可能自己认为我不愿意去做这个妥协 或者我没有碰到一个 我愿意做这样妥协的一个人的时候 那我先选择单身 你看那天有个女孩就跟我讲 她说我周围的这个人呢 就也就像你一样 周围的人呢都觉得我矫情 就说好像就觉得 我是不是太挑剔了 我是不是太干什么了 你看我怎么宽慰她 我说你比周围的人条件好 你条件好的人就讲究 为什么说红颜薄命呢 为什么说这个叫什么 大家说的这个父母说 也不是说父母说王了 就是说就是呃呃呃美女啊 就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嘛 我说你这叫高贵的痛苦 因为你要求高 就像美食家是吧 那这东西一般做的知东西 我宁可饿死 无自由不自由 无宁死的态度 对不对 我宁为玉岁 不为瓦全的态度 我说你这个也是一种高贵的痛苦 很多人以过日子的名义就将就了 可是我觉得在以前的时候 就是大多数女人没有那么多选择 她只能将就 你也得问现在的人 她有很多选择 她觉得我在经济上独立的话 或者是我在精神上也够独立的话 我可以不将就的时候 我能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 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么讲 你这么说好像说 今天的女性相当独立 但是我恰恰觉得圣女这个词 就反映出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其实对女人是何等不友善 它是多么强的一个负权社会 圣女绝对算是对女人非常友善的 你可能没听过齐天大圣什么之类 你给我说说这些名词 这个有一个段子是说 这女孩子到了27岁就开始叫圣女了 然后她有很多个级别 越往上这级别越高 总之我知道是大概到了30岁的时候 35岁的时候叫齐天大圣了 到40岁的时候叫圣斗士了 将来一堆圣女搞派对 那是万圣节了 对对对 我叫斗牛士 枪枪三年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今天报纸上看见一事 北京中关村你听说了吗 就这几天多家IT的公司收到一个就邮件 这个邮件是一个女的发的 一打开这个邮件 里边都是她刚刚离婚的前夫 和这个情人性爱的这种照片和那种很多 但是你知道是个怎么个故事吗 这三个人都供职于IT的公司 那么他跟他老公刚结婚三年 生了个孩子一岁多 然后一生了孩子 他就当全职妈妈了 就在家 但是我说你说这个女人真是能够较劲到什么程度 他怀疑他老公在外头有人了 于是就在家里偷偷翻他老公的手机 能够怪不得是IT行业的 破解了他老公的密码箱 破解之后这一打开 发现他老公跟小三那种短信 包括性爱的照片 然后他就找到了这个情人 找到这个情人之后 那家伙跟杜江侦察剂似的 先用职业中介伪装职业中介 跟这个女的打电话联系上 而且就此通过MSN 跟这个情人他老公的这个情人交上了好朋友 俩人交往了一段时间 这就归宗密友了感觉 然后他吃饭的时候 他亲眼看见这个女的买单刷卡 用的是他老公的信用卡 然后他又把这女的的手机给偷走了 还是怎么着 打开这个手机发现 这个情人不但跟他老公有一腿 还是有多少腿 而且跟多个男人都有无数腿 也是有公众情人 都有无数腿 于是他就把这东西给他老公了 说你看你说他老公也真够执着的 尽管是这样 他发现他老公 有时候男人可能迷恋这种 是不是有点干嘛的女人 他老公还偷偷的跟这个女的搞 最后他就在今年春节前后 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 你想这个女人这个恨 他报复 哗一下就把这个全发出去 这记者都查 有名有姓 说他上面提供的人名 电话号码 这个女的都是真的 当然这个是不是也涉嫌侵权 当然是 这个女的说 这是侮辱和诽谤 说我已经报案了 你说这事挺深的吧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男的 有时候他是并不太介意 比如说自己跟一个情人 那个情人还有别的男人怎么样 因为也许对他来讲 他需要的是一个性 建计在性上面的关系 对不对 他并不一定需要 独断那个女人的 一切的社会生活交往 那对他来讲 那个女的说不定 能战善战惯战 那才叫圣斗士 对呀 那才叫圣斗士 没有没有 可是有一个科学的这个 这个研究说两个人 就是在性方面的吸引力 三个月之后就过去了吗 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很多男人 他会喜欢一个情人 就是一个非常忠贞的老婆 和一个放荡的情人 他喜欢那个放荡情人 也许不仅仅出于性的 这种吸引力吧 这个在 很难讲 因为他如果很放荡 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放荡生活 那个关系就不是个 所谓三个月关系 因为对他来 对那个男人来讲 那个女的是不停的在变化 这个历史上有讲的 你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 就有英国的这个学者 就这么讲 就说男人 就是对于男人来说 女人有两种类型 一种叫圣母型 一种叫妓女型 就说这个男人选择老婆 通常最后会选择这个圣母的 但是他永远想去 跟这个 所以你说男人多么现实 男人会为了爱情结婚吗 当然 会啊 当然 我倒想问你的是 女人会为了爱情结婚吗 当然 我不信 这有什么好不信的 我跟你说 我觉得有这么一种模式 这个我总是从广大妇女切身利益着想的 对吧 我曾经认同过这种模式 因为很多女的他会说 说爱爱情这个东西 就像你说的 过了之后收获的只是苦涩 发现的只是一幻梦一场 我不能靠着这个当饭吃 对吧 然后自己真正爱的男人 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 或者他放弃了 他会觉得就是你看中国人这个过日子 女人都讲 我要找个过日子的 照他们的话讲 就找个傻男人 什么叫傻男人呢 其实就是两人没有什么内心的交流 不是灵魂伴侣 但是这男的能做他的一个waiter 就是伺候他 干什么 很老实 很忠厚 什么就跟一个模式 这就是他们嘴里的傻男人 这样的男人 这个不会背叛他 可以保证总好 我曾经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模式 大概过日子 他就是这样 可是我最近也觉得 这样挺没劲的 这样太没劲了 一方面你对这个男的 也不公平 对吗 你并不真的爱他 你只是觉得他能够支持你 对不对 可是这就反映了你这个女人 你自己的生活不能独一 你自己的灵魂不能自由 其实很可怜的一种选择 我因为我女人之间经常会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你是愿意找一个爱你的男人 还是找一个你爱的男人 我想大部分的女人都说 他们要找一个爱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男人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 就像你说的 有一傻男人 他可以尽心尽力的照顾你 可是我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女人要找一个自己爱的人 就是不光是女人 其实任何人都应该找一个自己爱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个不爱你的人在你边上 你多么痛苦啊 你跟他过24小时 每天看着你不爱的人 你多痛苦 而且现在社会选择多 诱惑也多 这个东西也不稳 对啊 我是觉得刚才你们讲那一大堆啊 正好不就反过来又说明刚才 我之前讲的这个男女的平权的问题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中国的人口的趋势是男人将来会越来越多 在比例上比女人多得多 但是为什么在学术界 早就讨论中国未来的光棍现象 说那是很严重的问题 但为什么今天社会主流媒体 包括我们都在谈圣女 这是跟顺质在相反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相反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就是 我们社会有某种的期待 跟集体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女人最终总该有一个归宿 所以都在替女人着想 但实际上出问题的是圣男 而不是圣女 那么这里面又包括一个什么 就认为一个女人 她的一生的一个规划跟计划的终局 终点 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男人跟她在一起 要不她人生是不完美的 对 虽然这么说 那就因为大家一直这么想 所以才会出现你刚才说的现象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 我们以前常常说很多女人 她会最终就找个傻男人 反正过日子 为什么会有这个需要 恰恰就因为 过去我们都觉得女人就该这样 那今天的圣女出现 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讲是好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表明现在有一堆女人 她不再在乎要随随便便找个男人陪她过日子 她已经独立了 对 所以她觉得我不需要去随便找个什么 对 所以其实我现在挺钦佩这个所谓是圣女的 这就是宁为玉岁不为瓦全 这是讲究的人 没错 所以你要顺下去 我应该多接近这样的 嗯 我要坚持下去 枪枪三叶行广告之后见 你注意到没有 作为齐天大圣的杨娟 对吧 我没有 她有一个 你不是说你齐天大圣 她有一个特点 你比如说她经济上独立 是吧 你是自己养活自己吗 我是自己养活自己 现在问女的有点心虚有点这个这个问题有点什么啊 对有的女的说我住在这个房子 我现在都不敢问 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吗 当然说自己买的 哎呦你看经济的独立 嗯 这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对他不需要凑合吗 哎对对 我觉得那你这么说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男权 就是可能在中国还真的是一个男权社会 因为很多女人他在找老公的时候 他会觉得找到一个老公 就是找到一张长期饭票 嗯 但是饭票其实也不一定啊 万一这男的就说不定还不如你自己保险的 没错没错 本来就是 而且我觉得中国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社会观念意识跟不上现实 嗯 就是说今天一方面我们的女孩都越来越独立了 其实越这圣女的出现就是表示女人的选择越来越讲究了 嗯 对不对 所以她这个婚配年龄可以往后拖了 但是为而社会上明明是男人占人口比例比较多 但是我们这么关注圣女就表示我们整个社会意识非常落后 跟不上现实 我所以说我就跟你说人家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的非常对 就是说什么了 虽然中国现在已经超过日本什么第二大经济体了 但是我们中国头脑很清醒 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就觉得这个发展 咱们外交部发言人说的很好 你包括在思想意识上 这种传统观念上 我跟你说 你都是个初级阶段的国家 比如说 婚恋男女 对吧 以干对不是不是以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激动了 人生的路有千万条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文明到一个程度了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复杂的一件事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实验吗 我们现在其实是集整个历史探索之大成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吧 每一个人选择适合他的生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